灵活的机器手臂执行精密续密的操作 让参展民众围观驻足 2015台北国际工具机展登场 今年参展厂商超过1000家 新颖53000名国内外买主参观 商机上看21亿美元 总统马英九也特地清零开幕典礼 马总统表示 近年来台湾机械业 在人才 制造能力和外销都有十足的进步 希望在政府和业界的配合下 让机械产业成为下个兆元产业 目前台湾工具机自制越来越多 技术越来越成熟 工研院自主开发的六轴产业机器人 在会场收到瞩目 而我身后这台六轴产业机器人 是由工研院自主开发的六轴机械手臂 而它的应用方面可以用在 轻机车产业 工具机产业 三星产业 进行自动化的取装装 焊接 喷涂 等等的相关应用 而工研院也与俗家台湾俗家厂商进行技术一转 而工研院之后往后也会持续地 在自动化的进行走进这方面 持续地登根技术 参展厂商指出 国产工具机控制器是关键零组件 可以提高制造精度 对汽机车零件加工有相当大的帮助 台湾机械工会理事长徐秀苍表示 ECFA早收清单有助于工具机产业 业者应强化国产控制器研发 而这也是为来货贸谈判的重点项目 庄社记者中荣峰台北报道